大家好,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下B站的这个工具 这二呢,我们上周刚给大家发了它的1.5这个版本 今天看了一下呢,它又更新了2.0 它主要是这个实现了高度表现力的情感语言合成 也就是这个版本的情感方面呢,又加强了 肯定是比上个版本要强,这个咱们待会试一下 然后它这个上面说这个合成时长的控制 就这一项呢,目前是没有启用 这个我们需要等后续版本的一个更新 剩下的呢,基本上差不多 它这边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 所以说这一回呢,就是这个版本呢,大家得重新下载 所有的模型都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包 9.59G,稍微有点大了 然后呢,大家自己下,下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进来这个下面一个启动 这个启动稍微需要一点点时间 所以咱们稍等一下 好,可以了啊,这边有个地址,点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使用界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呢,跟上个版本啊 确实有了一些区别 主要是这个情感控制方式这边啊 然后我们先来选个例子啊 听一下这个原因 这个语音呢,非常有特点 非常有特色的一段语音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生成语音 听一下这个结果怎么样 正常预期呢,那么这个生成的语音啊 应该是跟这边这个说话的方式啊 里面的情感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待会看效果怎么样 出来了,非常快啊 听一下 那么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 跟这边这个参考音频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项 这个使用情感的参考音频选项 大家看到这边呢多了一个这个框框啊 可以上传你这个情感的这个音频 我们来找一个 情感音频 好,这样的 听一下这个情感音频 那么这个声音呢,听起来很低沉 非常的低 那么这个情感是非常的消极这种 然后呢,这个原因,听一下 当然,我是以前男友 那么大家可以听到这个 这边的声音和这边的声音呢 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说话方式 包含的语气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生成语音 我们看一下最终效果是什么样的 最终生成的语音呢 说话的声音 那么是这边参考音频的这个声音 但是这个说话的语气呢 是这个情感音频的这个语气 它是两个综合起来的 听一下结果怎么样 这句话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确实这样 声音是这边的声音 情感呢,就是这个下面的情感 然后我们再来换一个这个 其他的声音啊 然后来听一下 这是一段声音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生成语音 再来看一下这个 一个女的啊 一个男的 那么这样听起来更明确些 稍等 好,来听一下 这个非常明确啊 上面的声音 下面的情感 这个就是这个第二项 使用这个情感参考音频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 使用这个情感效量控制 那么这个呢 就是把之前的这个情感方面的一些东西 它全部这样明确出来了 我们可以明确的去选择 然后我们来选一个例子 好,这个 那么它这个是i 对吧 是0.8 然后我们填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如果我连吃 就是我在正常的那个面馆 点两面我也吃带肉的 我只是去吃小龙虾的时候 不会就是那个两面是没有肉的 它这个参考音频是这个样子 然后点声成语音 填一下这个最终的效果怎么样 它这个声成语音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种情绪啊 好了,填一下 对不起嘛 我的记性真的不太好 但是和你在一起的事情 我都会努力记住的 这个声音里面确实是有这个悲哀的这种情绪 非常的明显 我们换一个啊 这个 来个惊喜 对吧 这个跟它对立的啊 好,再来一下 好,填一下啊 对不起嘛 我的记性真的不太好 但是和你在一起的事情 我都会努力记住的 那么这一次呢 跟上一次是明显有区别的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效果 然后这个情感呢 是可以混合的 比如说这个 调0.7 然后再来个怒 这个怒呢 稍微小一点 0.5吧 然后填一下这个 这个叫喜怒交加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 啊,可以了 填一下啊 对不起嘛 我的记性真的不太好 但是和你在一起的事情 我都会努力记住的 这个声音里面呢 有这个怒啊 然后也有这个喜 这样的 大家可以随意地去控制它的 它的这个素质 它这个素质呢 就代表权重 哪些效果更明显一些 哪些效果更次要一些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调整 那么这边有一个随机采样 随机采样好理解啊 就是随机情绪嘛 这个大家自己试 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显示实验功能 点一下这个 那这边呢会多一下啊 就是一个情感描述文本 我们来看一下啊 然后就是你可以输入一些你想要的情绪 然后呢最后生成的语境是可以按照你的情绪去生成的 我们来试一下 就这个委屈巴巴吧 委屈巴巴危险的悄悄逼近 流空 就这样啊 我们都把它复制下来看行不行 嗯 然后点这个生成语音 大家这个功能它说是试验功能啊 目前就不确定它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们先来听一下 好出来了啊 我们听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个委屈巴巴是吧 是有 后面这个好像没感觉啊 然后我们来换一下吧 换成这个 换成哭泣啊 我们看这个怎么样 好来听一下 对不起吗 我的记性真的不太好 但是和你在一起的事情 我都会努力记住的 好像是有哭对吧 感觉跟上回那个委屈巴巴好像差不多啊 行吧 反正这个功能呢 大家自己试啊 这个实验功能嘛 可能还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效果应该是有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2.0版本的所有内容啊 不过它这个应该是 我们再来选一个 它这个之前那个版本的有一个这个 对多音质的一个识别啊 它这个2.0呢 这个多音质识别同样是有的啊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高对吧 改成给它改一下啊 这样啊 这样的话 我们看啊 在这个多音质控制的效果啊 是否还在 好了 停一下啊 哇塞 这个暴力也太高了 欧黄附体了 暴力也太高了 对吧 然后再来改一下啊 改成4 然后再来一次 好来停一下啊 停一下这个4怎么样 哇塞 这个暴力也太高了 欧黄附体了 好 这个效果没问题啊 3和4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多音质呢 同样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内容就得先啊 那这个工具呢 目前为止呢 确实给我的感觉 应该是目前为止这个TTS工具里面 呃 这个情感方面 应该是最出色的 这个操作起来呢 也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方便的 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选项啊 做得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个版本呢 确实值得大家下载 值得大家去使用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